歡迎來到風華絕代 或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謝您的觀看與訂閱 前不久 一人NONO深夜發文 透露母親辭事的消息 作為兒媳的朱海君 隨後也寫下 喊一生媽為終生媽 短短十幾年的婆媳緣分如此短暫 成家以後都交代給兒媳了 可見婆媳倆過去感情很好 朱海君1985年8月31日 她出生於臺灣高雄縣美農鎮 從小在開明的家庭長大 父母也提供她發掘自我 探索興趣的成長空間 因為小學時不愛念書 只愛唱歌 於是母親決定將她送到專業老師那邊學唱 她也因此開啟了到處參加比賽的生涯 展現驚人的唱歌天賦 她曾參加了由八大電視主辦的第一屆白冰冰樂事杯歌唱比賽 取得初賽第一名的成績 還曾參加由三立影視製作的 二十一世紀新人歌唱排行榜兒童組 以未免二十一關成績順利過關 此外 她還參與了八大第一台第一劇場及香港電影《黑道之無悔今生》 武裝偶像劇《藍林王》等演出 在選擇加入好幾唱片之後 她發行了個人首張專輯《三聲十》 其中的同名歌曲 更是成為了《華氏八點檔》的第一主打歌 而她在八年前 選擇了比大自己十四歲的藝人NONO步入了婚姻殿堂 NONO曾在節目中透露 她初見朱海軍時 便對她一見鍾情 還主動搭訕要電話 而朱海軍則是甜蜜笑說 和她在一起就像查找屬於自己的世界 現在很滿意 也很甜蜜 兩人在接受媒體專訪時 這麼形容彼此 朱海軍看NONO從前輩 大哥 現在是爸爸的感覺 NONO則說 我從小看她 從十二歲開始看她長大 到現在變成我太太 很是浪漫 訪談中NONO透露 朱海軍從小就到處唱歌跑江湖 想法成熟 而朱海軍也坦言 從小看過很多年長的人 跟他們一起工作 別人看她會感覺比較大一點 NONO還語出驚人表示 她與朱海軍的緣分可以追溯到對方小學六年級時 這讓在場嘉賓都訝異不已 原來NONO得知朱海軍小時候曾參加過21世紀新人歌唱排行榜 仔細推算才發現 當時她正在節目擔任道具人員 所以 對方過關後的彩帶和獎盃都是她制作的 而朱海軍則甜蜜地表示 婚前NONO平常對待照顧她的方式 讓她很有安全感 但或許是年齡等因素的差距 她與NONO的結合 曾遭到母親的反對 2011年時 NONO在萬人棒球場下跪求婚 引起轟動 不料朱海軍母親後來上節目時意外脫口說 自己根本沒答應 在母親的反對下 兩人只好宣稱分手 但NONO還是不放棄 想方設法地爭取朱家父母換心 2013年3月 許孝順陪她一起去正式提親 仍遇到不曉的阻礙 當時朱海軍的家人並不知道她們是去提親的 驚惡之珠媽媽不希望女兒出嫁 當時每個人都流下了淚 之後NONO廢了一番唇舌 最後才得到月家允許 NONO表示 月母其實沒反對交往 但因求婚太突然 讓她不太諒解 而月母當時也希望朱海軍能先衝刺事業 所以才會提出意見 同年7月12日 朱海軍和NONO結婚 不到數月便宣布懷孕三個月 兩人婚後幸福甜蜜 2014年生下了女兒NONO妹 一家三口合了融融 NONO對於獨生女很寵愛 在有了女兒以後 她的個性也變得平順許多 只要看見愛女甜甜的笑容 就會馬上消氣 她在載女兒開車的時候 時速絕對不會超過60碼 甚至也已經開始擔心愛女以後會被人追走 還笑著表示 以後要幫她請保鏢 此前也曾有節目邀請朱海軍來分享她維持婚姻的秘訣 對此 朱海軍表示 自己剛結婚時把姑姑說的夫妻間不要分開太久 當作聖旨 於是硬跟著老公出外景 連擠公乘車也不以為意 甚至連懷孕時也是照根不悟 即使自己出國工作 也要讓助理多訂一張機票給老公 要老公跟著出門 這讓NONO有些困擾 直到有次 夫妻倆工作時間撞期 朱海軍只好獨自去新加坡一個星期 沒有老公在身邊的她 才知道所謂的距離美 同時她也分享到 女人要撒嬌才會好命的法則 給踏入婚姻的女人們 剛嫁給NONO時 朱海軍的個性是直來直往 不會撒嬌 曾經路過櫥窗 看到一個包很喜歡 要老公買給她 老公不但沒買 還碎碎念 家裡一堆不要買那些奢侈品 朱海軍當下雖然說好 但還是私下默默存錢 等存到了立刻買回家 NONO看到後更加生氣 兩人還因此吵了起來 直到後來有次 她發現撒嬌可以讓老公瞬間心軟 當時她因為工作忙碌 忘了洗女兒週一上課要穿的制服 等老公問她女兒的制服洗好沒 朱海軍當下倒抽一口氣才想起這件事 她對於家事一向嚴苛 有如軍事管理的老公會生氣 她趕緊拿香氛的酒精往女兒制服上噴 再用熨斗燙過 沒想到 老公覺得剛洗完的衣服不應該是這個味道 開始質疑她是不是有制服上噴香水 當下慌了手腳的朱海軍只好邊哽咽邊說 因為錄影錄太晚 所以就忘了洗女兒的制服 講著講著她就哭了 還一直跟老公說對不起 結果老公就心軟了 從此朱海軍也開始學會如何對老公撒嬌了 在被主持人問到老公做過的最讓人感動的事情是什麼的時候 朱海軍透露 有一次全家出遊 半路上她突然想上廁所 老公便在路邊的便利商店停車 當她正要下車時 對方卻搶先一步下車進到便利商店廁所 她無以為是老公比她更急 直到她進廁所才發現 原來老公買了面紙在馬桶座上鋪了一圈 讓她能安心上廁所 那一幕讓她至今都印象深刻 也讓在場的嘉賓紛紛鼓起掌來 夫妻感情和諧 自然也能讓孩子生活在一個有愛的環境中 近日 朱海軍就曬出了女兒No May穿著禮服的一系列照片 女兒拍照時的眼神和態度很有架勢 完全不輸明星媽媽 讓藝人張文綺都驚訝喊 後生可畏 從照片中可以看到No May穿著亮黃色禮服 披著一頭烏黑長髮 雖然禮服對她來說有點過大 裙白也幾乎脫地 但絲毫不影響她對鏡頭放電 擺出各種專業姿勢 在拍攝這組照片時 朱海軍還特地側趴在地上充當攝影師 婚後 朱海軍也並沒有放棄視野 兩年前她就推出《閩南語專輯》思念來借過 專輯《圖明星歌》挑戰了高音域 難度升級 對此她卻表示專輯很實在 唱的是自己的真實心情 還說 這次我不用詮釋任何角色 就是我自己的心情故事 她坦言 這張專輯以思念為主題 並表示思念不只是愛情與友誼 親情則更讓人堅強 從小由奶奶帶大的她 附入歌壇也是為了完成奶奶的心願 然而 面對奶奶皺視的殘酷現實 她至今仍無法走出傷痛 在進錄音室前 她不斷地安撫自己腰淡定 但才一開口 淚水就抵擋不住 特別是 心只有思念來借過這句歌詞 更是讓她唱得很糾結 心情久久不能平復 每次唱到這句時 錄音都會中斷 花了好多時間才錄音完成 為此她甚感抱歉 朱海軍提到小時候父母忙工作 是奶奶將她帶大 最難忘奶奶背著她去香菇園工作 當時她進入歌壇 奶奶就是最大的推手 記得過往 奶奶總愛對大家開心地說 我的孫女以後要當歌星 後來她去參加歌唱比賽 奶奶就是她的精神後盾 朱海軍動情地表示 奶奶曾說 她只認識第一名的金色彩帶 這也是讓我衝刺的最大動力 這麼多年過去 原以為自己走出了傷痛 但一見思念來借過的歌詞 淚水就奪框而出 這才發現原來思念是無止盡的 她說 其實錄製專輯並沒有設定任何心情 純粹就是以自己的感覺來抒發 她認為實在倆字應該是專輯的主軸 也因為訴求真實 歌曲都是以自己的故事出發 而專輯的完成也讓她感覺像是自己的思念告白 拍攝MV時 因劇情設定是她的真實故事 朱海軍在演唱與演出時的心情都很投入 據知 她一共接下近20場的選舉秀 一場8萬元唱4首歌 短短時間就賺到160萬元 令她開心不已 婚後 諾諾也投資副業 猛俠雞排全台約有60家分店 連加拿大 英國等地也都開分店 大陸 新加坡亦有金主來腰合作 副業大到淡出演藝視野 據傳 單是臺北月收入就有500多萬元 讓NONO成了雞排大王 而生性孝順的她曾用自己唱歌存到的第一桶金給媽媽買了一套宅院 但令她沒有想到的是 砸下近千萬買到的這套房子 竟然是個凶宅 朱海軍表示 買下房子後她就一直在台北工作 爸媽也是偶爾去打掃看看房子 沒有長時間定居 但其實媽媽很早就發現房子不乾淨 但因為擔心她會害怕 一直沒有主動提起 一直到一年多過去了 媽媽身體真的非常不適 才終於向她開口說 要把那個房子處理掉 說是每次去打掃的時候 都會看到一個長頭髮的女生坐在後陽臺 擦著非常鮮豔的口紅 每次去後陽臺都會看到 所以說 買房子的時候要將眼睛擦亮 不然就有可能會好心辦壞事 現在朱海軍不只唱歌 還跨足演戲 主持節目 而NONO則忙於投資副業 希望她們的感情能夠繼續幸福美滿 也祝福一家三口能夠越過越好 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您對本期視頻有何感想或建議 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本頻道 別忘了點擊訂閱 下期視頻我們再會